Hi YouTube大家好 我是李伟康 Hi大家好 我是健鸿 那这个六周周选呢 在三个星期已经是承奈落定了 所以这个成绩呢 也跟大多数的那个持平人 或者是当时的那个民调呢 大概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都是3比3 但是呢 在这个西国联手之下呢 还是会丢失了一些依稀 所以在这个成绩之下 健鸿你有什么看法 你一直都在前线跟得那么紧啊 你们没人在乎 没有跟到很紧啦 所以过去跟你比较紧一点 我觉得都蛮符合预期的 也是跟我跟一些 在政治工作的朋友 也是有聊过 就这一切都在大家预期之内了 没有错 然后可能 不过我比较想 可能我比较想highlight的地方 可能就是杜顺大吧 因为过去 我跟一些政党的人聊过 他们都不承认 就是他们 我就问他们 你们是不是觉得 巫统会输定了 就在雪兰儿里面输到一塌糊涂 所以你们要把杜顺大让给他们 当作一个安全州 这样子 他可以死生一个火种 他们讲没有啦 那个巫统没有这样惨啦 然后现在结果发现 是 巫统真的很惨 还有杜顺大 最后巫统有保留两个一席 巫统这一次他是上阵105席左右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他只是赢到大概10多席而已 15席左右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成绩反应处 尤其是他是在 邓家楼还有吉兰大那边 都是崩坤的 都是全部打爆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团结政府的结构之下 看起来好像说 火箭的行动党就是拿华人票 印度人的票 然后这个共争党就拿城市物役的那些选票 然后巫统就拿到相间 半城乡 半城乡这个马来人朋友的选票 看起来他们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match 会不会在下一届还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形式呢 这也是大家非常期待能够看得到 可能要看巫统的表现 他们有三足鼎立 可是感觉巫统的那只鼎的脚不太稳 当然不能够忘记 在这个团结政府的 在目前团结政府的这个结构里面 东马还是一个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对 所以我再下来的话 我想大家那个这个伊斯兰党还有国 还有国盟那边呢 他们那么强势啊 这一次所以我会预测他们下一次可能很大程度上 他们都会有某程度的这个配合 对 这个三四年后还真的很难说 因为我问到很恐怖 先立一个flight 是 真实现实来说 对因为我问到的东西更恐怖的地方是 很有可能国阵未来会是选后结盟 就是下一届大选 他们甚至考虑 因为讲成你把武统跟 你把西国合在一起选 这次result不好吗 没有错 他可能未来就是继续拆散来选3比3 对 因为这样子3比3的情况之下 反而一些异习他的胜负的名 更明显一点 这个当然是 因为我刚才所说的 某个程度上的合作一定不是绑在一起的 他们可能是在一些计算计过 如果三脚战大家都会输的话 那可能大家让一些 这样到最后可能就是决胜负的那几个 那十多二十个一席 然后到最后看来谁来主导成为首相 所以他们现在反正合作过了 下一次能够在水乳交融一起 也不是大问题 所以你看就连未来的大选 西蒙跟国阵之间到底会不会一起选 还是打算三脚战选后选门 连这一点东西我们都 很难确定的情况之下 对 所以未来的选情 国盟到底会怎样也真的更难说 我就是在这个周选之前 我就去打包东西 那个茶室那边收封一下 然后就看到一些uncle开始讲 他们也不是开始讲 他们就讲人就说 你看这一种论述在民间传开了以后 我就觉得行动党这一次的策略 它真的是奏效了 当所有的论述把它绑成为一个华人 没有了那个世俗的那个自由的时候 这样这个就很奏效了 even那个当 even选举当天 看起来那个选票 大家并不是很踊跃 但是到最后出来 看的result也还 也真的是还不错 我有70多巴仙 是 你 我先讲你抽象这一点 我觉得很有趣 是我承认他很抽象 虽然我不喜欢 可是我觉得最搞笑的地方就是 他们这次巫统会输 也是因为过去的宣传太过抽象了 你知道吗 像我们这次讲说 你去引起别人对国盟的恐惧 这点很抽象 可是过去上届大选 他也是在宣传说 巫统很贪污了 其实这个印象在民间还在 某程度上那些国盟的支持者 为什么不会投给国阵 也是因为上届行动党太抽象了 没有错 就是利用这个恐惧行销 这样某程度上是不是这样子呢 这样我们就放牆上眼来看一看 他们这个论述能够走多久 一定可以走很久 只是会不会有backfire 对对对 打回自己 打回自己 用这种行销方式呢 尤其是我们看到过去 在影片上的 大家那个campaign的时候 drama的时候 你看看不可以穿短褲 不可以去看戏 是很周焦的 整个网络里面 甚至我身边的朋友都说 你还不去投票 以后不能够穿短褲了 我没有投 因为我是PL人 我也没有投 因为我是PL人 其实就刚才你所说的 就是因为他们以后 可能行动党有机会 跟伊斯兰党在合作的话 你怎么样就消除 别人的那一个负面形象 你基本上这样子的话 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 你让那些华人 觉得去投国盟的那些人呢 是很保守 很愚昧 极端的 对他们就是 无形中就是会有这样的 一个标签放在别人身上 而且我看到很无辜 很多人跑去 那些什么吉兰丹 华人吹水仗 在那边骂吉兰丹人 对 明明吉兰丹人 他也没有讲说 他一定是投给国盟啊 他只是生活在那边 不知道 他说不定也是投给西盟 知道数罢了吗 对 哇那些喜马华人 就是那KL人在那边 骂啊 活该啊 你们谁叫你们要投给国盟 活该你们没有发展 我真的觉得 哇靠 有必要这样子 彼此之间仇恨吗 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些 标签 你用了以后 我一时使用一时爽 一直使用一时爽 我们也没有对这些政党 有太大期待了 反正 没有 可是我有很失望的地方 因为如果说是 尼克敏讲这番话 我就算了 他老人家吗 他过去是吃这套起来的 对 好 我很失望的地方是 有一些很年轻的人 年纪比我小 他们就是州议员 我就摆明讲 就是安顺的州议员 吴家良 吴家良 对 他原本是马大星期年的成员来的 所以他跟燕科他们是同一个 同一个batch的 对 然后我原本期待他作为马大星期年 你是新人 新作风 你不应该再用回过去那套 种族仇恨 恐惧行销方式 在Sales 可是他依然还是在那边 讲人家是包头党 对 所以 所以你看连一个马大星期年 出生的吴家良都 这样子我真的很难看到 我们的未来政治会 往更加干净的方向走 更加干净 更加好的方式 我觉得他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 政治选举的一个弊端 是 我觉得某程度上 他自己很讨厌他自己 这样子 所以人家投你 并不是因为人家喜欢你 而是人家 害怕对手 你有本事的话 就让人家喜欢你而投你 没有错 我们就一直很希望说 马来西亚 他的那一个进步 大家可以进步一点 以后选举的话 真的是看 你怎么样做得 比别人更好 对 而不是说 你投别人 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可惜关事 我觉得有进步了 可以有进步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有进步 我感觉我要被一些 行动党的党工骂我 太天真 你就是没有在党里面 你才敢讲这种话 那可能是真的是 我们没有在党里面 才有办法去讲这一番话 是啊 说不定 我们在里面做工 我们会做出一样选择 可能这个影片放出来以后 看到的人可能就说 你们这样有 这样有水准的话 这样有理想的话 那你就速得一塌糊涂 活该你只有千多票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 突破 突破 这个其实也不能一时班课去做到 像其实我也看到很多人 不止时评人 包括说政治工作也是在讲 我们文第18是不是要检讨 我们在文第18之外 我们是不是要在学校里面 先教好公民教育 某程度来讲 我其实是认同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直接讲说 公民素养 讲政策 其实是真的有点糟 他太过一个先 他太过advance了 没有错 可能要经过两次的政党轮替 三次的政党轮替 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 比较显著的一个进步吧 我觉得教纲不改的话 政党轮替再多次也是没有用 就很多人讲说 你人老了 你自然会变聪明的 没有啊 我们还是看到很多 那种叫什么 罗莽萨的吗 你年纪大了 没有自然变聪明的吗 你投票投资 你投票投资很多次 不代表你自然会懂的 这的确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五年的一次 所以你一生人之中 可能你也投过十次的话 算是很厉害了的 对啊 对 那老实 不过老实说 这一次呢 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看呢 国盟他的这个策略 整个竞选策略 的确是做得很好 尤其是在各大媒体上 社媒上 无可否认 他真的做得比西蒙好 所以他们有这个成绩 也是应该的 这也是某程度来讲 是一个反对党的优势 因为反对党 你只要去炒作说 对现任政府的不满 没有错 就比较容易吗 其实一直以来某程 你去看全世界的选举 反对党都是属于 比较容易操作的那一方 没有错 而且他们也比较容易出一些 有创意的一些宣传方式 因为其实就这个也懂了 大家以前也是做反对党 做了几十年了 我们就去骂 去做一些 看在政策里面有什么问题 只要马币有跌 像这个打环境的东西 都是能够拿来做武器的 所以这个是国盟 这是也是反对党的优势 对 所以that's why 不要去炒作 那个汇率比较好 明明汇率也不算 是直接跟经济相关的吗 相关的 在很多因素在里面的 是一个很多的因素在里面的 未来啦 我自己想看 可能下一届 西国联手 还是能够再多赢一届 但是再多一届的话 我想可能就是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那个思潮成熟了以后 执政中央的那个时机 对国门来说就会到来了 但是这里还是很需要看 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在东马的那个态度是怎么样 因为不能够忽略 东马他真的是占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如果东马他们能够接受 以伊斯兰党为主导的这个联盟 他们来做首相的话 这样可能这一个执政中央 就有成为机会了 是 这个我也是觉得很有趣 因为很多西盟的人 特别像是刘振东那一间 他们就讲说 国盟走到底了啦 国盟这样的态度 其实东马不会跟他合作 不过讲真 如果大家还没有忘记的话 2020到2022之间 那段时间就是国盟 在跟东马合作一起主政府啊 对那时候不同 那是因为巫统还是主导嘛 也是啦 那时候土团党 还是一个主导的地位嘛 这样现在如果说 伊斯兰党是要成为首相的话 那可能这个东西 对他们来说就可能 比较不担心 伊斯兰党可能不成为首相啊 但可能他们会推土团的出来了 对就做一个比较 看起来比较 温和的形象 温和一点形象的 我只是想表达 不要 东马的人是不是真的拒绝 国盟这件事情 不要把它讲得那么肯定 因为很多行动党人 自我感觉良好 你懂吗 他们讲说哎呀 那个国盟 那个东马一定不会接受国盟的 我现在说 我不敢这样讲 我不敢确定 看到最后的话 就是随意的那个人民的支持率 是比较多了 是 从这个六周选举的成绩来看 马来西亚那个政治局势 目前是一个三强鼎立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国盟 国阵 还有西盟 大家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地方 有那个 那个管辖的 管辖的势力 那国阵 他们就在南马 中马的话 就是西盟 然后北马的话 那就是国盟的那个地盘 所以如果说国盟以后 他们真的是要 想要有幸 要执政中央的话 那也真的是 必须要向更温和的 那一个方向去靠近的 我们很多人以为 我们以后会不会像 去发展更保守的 那个方向走 但是为什么 他们不是为了要执政中央 而向我们 更中用的那个方向保守呢 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 如果得不到华人的 那个支持的话 他们要执政中央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困难来的 我不知道 我就只能说看这帮 因为我很难 因为温和就是没有市场 你看DAP 你会觉得他很温和 他也是在炒作 种族之间的恐惧 所以连DAP都不会变温和的话 我怎么可能会期待 PS会变温和 我反而觉得 他们可能尝到了这种甜头 像DAP也尝到了很多 炒弄种族之间仇恨的甜头 像那个 邱光 哇我们五个手指 大家尝到这个甜头 你会轻易的放弃吗 所以PS他这次炒作 那个土著的危机意识 他有效 那未来他会不会继续炒作 我真的觉得要看 这四年的证据发展 甚至我觉得很有可能 他会走得更极端 他想要 sabu到完西马的证 就不靠东马也可以 然后东马就会说 既然有那么多 我跟你合在一起 说不定会有这样的result 对 好吧那这一节 我们就谈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记得分享订阅 还有按赞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